欢迎收看税务一新闻 我是主播杨天佑 我是主播黄永鑫 财政部104年3月修正了统一发票使用办法 删除公用事业免开统一发票的规定 所以从105年1月1号开始 公用事业也要开立电子发票了 民众要记得将已经缴款的通知单或凭证好好保存 作为领取中奖奖金的依据 现在就让记者带您一起了解 公用事业导入电子发票的相关内容吧 自105年1月1日起 民众缴纳水费、电费、瓦斯及电话等费用 也会有机会对众发票成为千万奖金的得主哦 公用事业的用户非常多 预估每年开立的发票数量大约有6亿张 为了响应节能减碳 所以规划公用事业开立无实体电子发票 将用户的发票存到云端 此外,公用事业也会建置电子发票小平台 让民众可以自行查询发票资讯 维护用户的权益 同一发票开奖之后 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 会主动帮用户对奖 并由公用事业通知中奖用户 中奖的民众只要到超商的多媒体机 输入该期缴费通知单或凭据上面的载区号码 就可以列印电子发票证明连到代发奖金的单位 对领奖金 公用事业自105年起 开立无实体电子发票的同时 还是会计交缴费通知单 所以民众不用改变目前的缴费习惯 只要多加留意 保存有对奖资讯的缴费单据 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岁无一新闻与您下次再会 再会